这个建筑是乾隆皇帝专门为自己的生母 是重庆皇帝后修建了这么一组 供他母亲修养生息 是一养千年的这样一组建筑群 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收藏宫里的家具 通过收藏宫里的原状陈设 我们也管馈到了清代宫廷家具的 使用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的家具的制作 它的家具的分割特点 也能让大家对于清代乾隆中期 这种清代宫廷家具的这种制作风格 它的家具的这样一个陈设功能 有一个浅显的这样一个了解 也让我们能从中感受中国传统家具的 这样一个古大精深 和我们中国古代家具制作记忆的 这种精湛完美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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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